2200年前,秦始皇就修建了八十万米的高速公路,现在是后人的摇钱树。 我们今天所讲的主人宫就是2200年前,秦始皇下令让大将蒙田率了十万民工修建的秦始到秦始到又俗称为皇上路、圣人条、南起咸阳的军事重地、云阳林光光、金陕西咸阳北部、北至秦朝九元郡、 街内蒙古包头是西南孟家湾村,全长八十多万米,途经十四个县路面宽度,一般为二十米最宽处为六十多米,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 而根据相关史说记载秦始祷,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王宫于秦二世胡亥时期,他是在战国时期。 各国原来道路的基础上,加以整修连接而成秦始到建成之后,除了具有方便军队作战行进,运送军需物资的军事作用,还成为了促进秦朝政令下达实施各地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此外当时的秦汉统治者,为了开垦荒凉的朔北一带,所强力实施的移民政策都是以秦始祷为主要移民道路便利的秦始祷,让当时移民的百姓,免造路途不顺的颠簸之苦,而且还能让他们更方便地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书籍带到落后的朔北,从而可以快速带动当地的社会发展秦汉以后勤。 指导也依旧发挥着它各方面的重要作用。 唐太宗时期突厥王朝,经常进犯中原,而正因为有了畅通的秦始祷唐朝统治,这才能快速地和驻守北方边赛的军队取得联系,从而打退进犯的敌军明听时,七一指导建国以后,秦始祷仍是各地往来商人,运送货物的便利通罩因此举,今千年的秦始祷遗迹, 才能够保存至今,而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前几年内蒙古恶尔多斯市开发了以秦始祷为主体的旅游文化项目。